一百四十六集 浮沉时老大冷笑了一声 下一刻便见他的双脚已经狠狠一蹬地面 他那臃肿的身躯化为一道餐饮 朝着张帆的方向扑了过来 速度极快 他那一双生着恶心泡发的肉手 朝着张帆的脑袋狠狠地拍击而下 看着气势汹汹的浮沉时老大 张帆冷笑了一声 身体连动都没动 只伸出一只手来 朝着浮沉时的大手拍去 那速度看起来很慢 力道也不强 只见一大一小两个极其不协调的手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爆鸣 陡然地自撞击之处传荡而出 在强大的反尘力道之下 浮沉时老大的身体瞬间被反弹而回 足足地后退了五步 方才停了下来 刚才那猛烈的撞击 拎着他那被水泡发的大手 张心里面浮显出了一道道的细纹 用皮盖肉站这四个字来形容 是再为合适不过了 一滴滴绿色的液体 从他的手掌上溢了出来 看起来是极为的恶心 满风一吹 一股股恶臭 从他手中散发了出来 浮沉时老大看了一眼 他那皮盖肉颤的手便不敢在轻视张凡身上的玄灵了 紧紧这么一击高下利剑 他不是那玄灵的对手 而且他和那玄灵的差距绝对不是一星半点 此时的他不得不为自己考虑退路了 大师我知道您是来帮助那老头收复烟丝鬼的 现在我们不再阻拦 可以让那个老头收复烟丝鬼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如何呀 浮沉时老大此话一出 那些烟丝鬼纷纷从坑底窜了起来 灵力在半空之中 看着那浮沉时老大 那目光复杂 有怨恨 也有无可奈何 大叔 你要不管我们了吗 身穿清朝制服的小鬼 可怜巴巴地望向了浮沉时 那老大看了一眼小鬼 并没有说话 你们本是死人 阴魂入阴曹地府乃是天道 我为玄门众人 乃是阳间判官 咱们怎么可能井水不犯河水呢 更何况 你们在此为非作歹 天理难容 此时 张凡是玄灵上身的状态 已然越过了通选明相境了 有这样本事的他 可像鬼面 可像尸面 这些淹死鬼 和浮沉时的面相上 不难看出来 他们为非作歹 作恶多端 坑害了很多人的性命 那可来 你是要和我们死客到底了 不是死客 而是替天行道 张凡话落 只见 不远处的老鸡头 缓缓地站起身来 朝着张凡的方向 走了过来 看谢大师 张一出手 我同您一起提天行道 老鸡头 艰难地说出自美一句话来 他此时 身体是极为虚弱的 张凡淡淡看了他一眼 伸手 在老鸡头的身上 轻点了几下 老鸡头顿时感觉 那受伤的部位 有一丝温热传出 并且他的精神 也是为之一针 他心头不由一动 这玄灵究竟是什么人呢 就这么轻轻几点 并让他的伤识 是减轻了几分 我的时间不多 这三巨浮尘石 由我来对付 那些淹死鬼 就交给你了 张凡一致七始地 吩咐了一句 这份姿态 绝非是常人能有的 是 老鸡头急忙着应了一声 说吧 他便拿回了一个小字瓶来 将一只 被疯魂链 紧紧锁着的白衣女鬼 以竖法 引入字瓶当中 下一刻 便念了手 这拘魂链 朝着坑里走去了 他捏起一个指掘 打在了拘魂链上 把拘魂链的一头 放入了水中 那水面发出了 嗡的一声轻响 其上 更是闪动起一抹黑光了 老鸡头 已经把水面给封死 那些淹死鬼 不能再回到水中了 随后 他猛然腾身而起 那粗壮的拘魂链 以雷霆万钧之势 向着众多淹死鬼的方向 甩去 老鸡头 和众多淹死鬼们 便大站起来 张凡的身体也动了 他一步跨出 豁然到了 扶尘尸老大的身前 以迅雷不计掩耳之势 一拳 狠狠砸在了 对方的胸口 伴随的一声闷响 伏尘尸老大的尸体 是忙得倒飞而出 一泡绿色的血雾 骤然从他的肩头 蹦践而出 那躺在地面的 伏尘尸老大胸口的肌肉 已经是碎裂 大片的绿色液体 把那伏尘尸老大的胸口 都燃成了绿色 大哥 大哥 另外两只伏尘尸 也是大叫了一声 急忙朝着 伏尘尸老大的方向 跑去 那伏尘尸老大 在另外两名 伏尘尸的搀扶下 艰难地站起身来 张凡 则是不急不缓地 朝三名伏尘尸的 方向走去 三个伏尘尸 则是下意识地 后退一步 他们虽然不是人 也不是鬼 但却有着 人和鬼的思维 只见张凡捏起一个直觉 口中念叨几句 模糊的咒语 就连张凡本人 都没有听到 他的身体 在轻刻间腾空而起 与此同时 体内散发出了一股 无比强横的气势 那三具伏尘尸 在张凡散发出的 强大气势之下 居然不能动弹分好 就连远处 那些奋力抵抗 老街头的阴鬼们 也是在这股威压之下 动作都变得 吃缓了几分了 此时 张凡已经到了 这三具伏尘尸的亲前 他猛然伸出手来 双指并拢 在三具伏尘尸的眉心上 各自清点了一下 三声惨烈爱好之音 从伏尘尸的口中传出 下一刻 便见到 这三具慵懒的身体 像是泄气的皮球一般 迅速地变得唯一 化成了绿色 散发着恶臭的液体 三缕魂起 从那三碳绿色液体之上 飘了出来 这正是 这三具伏尘尸的阴魂 单肩张凡大手一挥 一股强大象气 骤然地 从那手掌里面打了出来 迅速 把三个阴魂给聚拢 下一刻 便见他拿出一个小瓷瓶子 瓶口一开 那被相簿之气包裹住的阴魂 便是钻入了瓷瓶之中 而这时 老鸡头 已经解决了一半的烟死鬼了 他依然有些疲惫 但是 他干劲十足 因为这关系到 他女儿的头太转世呢 张凡走到严东的身前 朝严东打亮了一眼 严东急忙朝着张凡 恭敬地道了一声 大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